雖然有這麼大的窗 不過我都要面對現世一下 人家說現在這個時勢 越低水的樓跌得越急 今天來到荃灣上車樂園 荃灣中心 在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都來過一次 當時的兩房入場就是四至頭 時間回到今天 兩房三至頭 又不選了 現在身處的單位 就是荃灣中心六座重慶樓 低層D室 上面積324呎的兩房單位 業主要價是三百二十八萬 這麼聽 三字頭可以買到兩房 好像很吸引 不過看完單位 你們再去衡量一下 這個單位的開織 就是眼鏡房設計 不過客廳的實用性 都沒有減低 仍然可以很容易擺放傢俱 但是雖然有這麼大的窗 不過也要面對現世一下 開頭我就以為是望天井 但這個位置也不算是天井 只是和其他座數包圍著 感覺上就會比較局促 但也沒有影響到採光度 採光度仍然是OK的 那就要看看買家能否接受到客廳 是望這個景 雖然是低層 景觀上也有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而價錢上都可以反映得到 不過兩間睡房的景觀上也算是這樣 因為可以看到屋苑外的樹 也有點花開了 也挺舒服的 這個單位的洗手間 雖然就是乾濕分離 但我覺得已經舊了 而且洗手盆是在棋缸裡面 我覺得這個位置有點奇怪 三百多呎來說 可以間隔兩房近廚 廳就要這麼大 的確是很少有 不過相信買家就要考慮 對單位的景觀和裝修 荃灣中心現在大約有68個放盤 而同類型單位成交在11月底 四座中層H室 上面積同樣都是324呎的兩房單位 是以大約360萬成交的 至於這個單位就是叫價328萬 為除低層而且裝修大家都看到 看來都要大執 到底這口價可否吸引到買膠呢 我都希望大家留言說一下你的看法 荃灣中心11月的平均成交赤價 就是10692元 對比今年1月的平均成交赤價 12308元 跌了大約13% 其實在全景圍裡面 荃灣中心都不算跌得最急 在附近的荃威花園 赤價直接穿1萬元 如果大家想我帶你們看多些低水屋園 記得留言告訴我 今天看樓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就要記得留言和訂閱我們Fox Market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